这是历史新的一天 就在这一天 纳伦德拉莫迪总理 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瑜伽正式获得国际认可 使人借此来向这项光荣的健身项目致敬 在这里 瑜伽正式获得国际上的 像极其微妙的科学基础上的精神训练 它是健康生活的一门艺术和科学 瑜伽这个词来源于繁语单词 EUG 意味加入或联合 根据瑜伽点击 瑜伽这项练习促使个体意识 和整体意识的融合 表明大脑和身体 人与自然的完美平衡 瑜伽科学起源于几千年前 早于第一个宗教或信仰体系的诞生 在瑜伽发展史上 第一个瑜伽是SHI 将其身后的瑜伽知识 传给了他的七个弟子 也就是著名的七贤者 瑜伽在前沸陀凡语时期盛行 然而是现代瑜伽知识 帕坦加利导师将瑜伽系统化 并通过他的瑜伽经将瑜伽编撰成文 之后 许多瑜伽大师对瑜伽的保护发展 以及这项奇妙练习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瑜伽有不同的知识 包括智者瑜伽 巴克提瑜伽 卡玛瑜伽 帕坦加利瑜伽 哈他瑜伽 昆达里尼瑜伽 禅瑜伽 咒语瑜伽 拉雅瑜伽 舍纳教瑜伽 大佛瑜伽等等 每一个知识方法和习惯做法各不相同 但都能实现瑜伽的最终目的和目标 广为练习的瑜伽包括 持戒 精进 体味 调息 射心 凝神 入定 三摩地 奢数和手势 清洁 得意 繁畅 成音 瑜伽练习者练瑜伽时 需遵循以下指导原则 练习之前 瑜伽练习应在平和安静的气氛中开展 瑜伽练习者应放松身体和心灵 应该在空腹 应该在空腹或少食的情况下进行瑜伽锻炼 如果感到虚弱 可以喝少量的温水烤蜂蜜 轻薄 轻薄舒适的棉制衣物 教室和简单的身体运动 如果有慢性疾病 任何疼痛或心脏问题 请在开始瑜伽锻炼前 咨询医生或者瑜伽治疗师一件 练习过程中 练习应由祷告或祈祷开始 因为祷告或祈祷可创造有利于放松心灵的环境 瑜伽练习应当缓慢 在轻松的状态下 慢慢感受身体和呼吸 除特意要求 不要憋气 不要紧绷身体 或者猛拉身体 量力而行 每阶段练习结束时 应保持沉默或平静 练习结束二十到三十分钟 方可进食或沐浴 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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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gacatvam samvadadvam sangho manansi janatam sangho manansi janatam devabhagam yathapurve sanjanana upasate sanjanana upasate sanjanana upasate sangho manansi jana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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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用耳朵贴近肩膀 吸气 头回到正中 呼气 头慢慢向左倾斜 吸气 头回到正中 头部左右转动 呼气 头轻轻向右转 下巴与肩膀平行 吸气 头回到正中 呼气 头轻轻向左转 吸气 头回到正中 颈部转动 低头 下巴尽量贴近前胸 吸气 顺时针转动头部 头部向下转时呼气 逆时针撞动头部 感受颈部的拉伸 感受关节和颈部肌肉的放松 感受颈部压力的释放 颈部如有疼痛或颈椎炎 并轻轻轻轻轻轻进行这组动作 身体转动 双腿分开两脚距离站立 双手胸前合十 呼气 身体向右转动 使左掌扶右肩 撞回时吸气 呼气 身体向左转动 使右掌扶左肩 撞回时吸气 重复上述动作 放缓呼吸 如有椎间盘疾病 或者处在经期 应避免这组动作 站立放松 膝盖运动 吸气 双臂举至与肩同高 呼气 膝盖弯曲 身体下降至蹲姿 吸气 身体挺直 上述动作 重复两遍 这组动作 这组动作 这组动作可增强膝盖和臀 居家铁式 山式 大五一只棕楼树 双脚分开两英寸距离 食指交叉 掌心翻转向上 吸气 双臂举至与肩同高 脚后 脚后跟抬起 靠脚肩保持平衡 保持这个动作 十到十五秒 这种姿势 可增强身体的平衡能力 有助于清除 急神经堵塞 纠正 无当姿势 呼气 放下脚后跟 食指松开 双臂侧 放于身体两侧 回到站姿 树式 Rikshasana指数 双脚分开两英寸距离站立 凝视前方 呼气 右腿弯曲 右脚置于左大腿内侧 脚后跟抬会阴部 吸气 双臂伸开 双掌合十 保持这个动作 十到十五秒 自然呼吸 这个姿势 可以提高 神经肌肉的协调性 忍耐力和灵敏性 如有关节炎或肥胖症 应避免这组动作 呼气 放下双臂和右脚 重复这个姿势 左腿弯曲 左脚置于右大腿内侧 脚后跟底会阴部 吸气 双臂伸开 双臂伸开 双掌合十 放松 放松 双腿前去 加强背部伸展式 拔的 指脚 指手 慢慢吸气 双臂侧平举 从腰部舒展身体 呼气 身体前行 致双掌贴地 保持最终姿势 十到三十秒 腿部僵硬者 应亮丽而行 吸气 慢慢起身 致直立姿势 手臂过头上推 呼气 慢慢倒许 返回到初始姿势 放松 侧轮式 用腰部力量支撑背部 呼气 头部后仰 拉伸颈部肌肉 从腰椎处后仰 自然呼吸 放松 保持这个姿势 10到30秒 这个体式 可以增强脊柔韧性 增强脊柔韧性 增强脊神经力量 这个体式 可以提高肺活量 吸气 慢慢起身 放松 高血压 高血压 高血压患者 弯身时 应谨慎 三脚式 追攻 指三脚型 双脚自然分开站立 双脚侧平举 呼气 身体慢慢向右侧弯曲 右手放于右脚后 左臂伸直 与右臂成一条直线 自然呼吸 保持这个姿势 10到30秒 这个体式 可以预防扁平足 增强小腿大腿 和腰部肌肉力量 增强脊柔韧性 吸气时 慢慢起身 重复做左侧 如果有椎间盘突出 做骨神经痛 或做过腹部手术 应避免这组动作 要量力而行 君主式 接下来 我们准备练习做事 君主式 Putter是强健的意思 身体坐立 双腿向前伸直 双手垂于大腿两侧 这就是 棍棒式坐姿 脚底并拢 呼气 双手交叉 抱于脚尖 脚后跟 尽量贴紧会音部 这就是 最终姿势 保持最终姿势一段时间 这个提示 可以保持身体强健 稳定情绪 伸开双腿 开始 Vishwama 提示 如有严重的关节炎 或做骨神经痛 并避免这组动作 半骆驼功 Vishwama 一词指骆驼 持手杖势 双腿盘坐在脚跟上 大腿紧闭 大母脚趾接触 双手放于膝盖上 这就是雷电坐 现在我们开始做 R2 Ustras 吸气 起身 膝盖跪地 呼气 将手掌放于臀部 手指指地 肘与肩齐平 头往后仰 使颈部肌肉伸张开来 吸气 身体尽量厚意 以舒适为宜 呼气 放松 这就是最终姿势状态 现在吸气 起身 呼气 将双手放下 做成雷电坐 步步受伤 悬晕或运气 应避免做此种体位 月亮时 刺上个一只兔子 双膝分立 脚趾并拢 将双掌放于两膝肩 呼气 缓慢伸张开来 向前弯曲身体 下巴触地 双臂平行 两眼向前看 保持此重思事 这可以帮助缓解压力和怒气 吸气 起身 呼气 回到雷电坐 双腿向后伸展 成Vishramasam 关节炎病人 要肾坐斯体位 脚趾 挤住扭转式 挖克一直扭曲 右腿弯曲 右脚放于左膝 左臂环抱右膝 手掌放于右脚旁 呼气 身体扭曲 颈部 颈部 歪向右侧 保持此种姿势 与一种舒适体位 头后转 双手伸出 同时呼气 双腿伸展 然后回来 放松保持Vishramasam 此种瑜伽体式 可以增强脊柱的灵活性 这可以治疗便秘 消化不良和糖尿病 换做另外一侧 重复此动作 头后转 双手伸出 同时呼气 双腿伸展 然后回来 放松保持Vishramasam 眼镜蛇式 现在我们做俯卧姿势 Pujang 一只蛇或眼镜蛇 趴下 顾顾作为支撑 头放于双手上 身体放松 现在双腿合拢 双臂伸展 额头朝向地面 双掌放于胸部 双肘抬起 吸气 下巴和胸部 抬至起周围 这便是眼镜蛇式 这种体式 这种体式最适宜 帮助缓解压力 也可帮助治疗 背痛和支气管问题 呼气 前额放于地上 伸展双臂 双腿展开 手掌上抬 手掌上抬 头放于双掌 保持放松 蝗虫式 沙拉巴 一只蝗虫 身体趴下 腹部作为支撑 双腿并拢 下巴放于地上 双手防御体侧 双掌朝下 吸气 双腿尽可能抬高离地 膝盖不能弯曲 双臂和双腿完全伸展 使身体离地 保持持重姿势 使身体舒适 持重体位 缓解坐骨神经痛和背痛 可以调节臀部肌肉 呼气 双腿向下 直向地面 伸出双掌 放于地下 心脏病患者 甚做此种体位 鳄鱼扭转式 马卡纳一只鳄鱼 以腹部作支撑 趴下 双脚分离 向外 双臂弯曲 将右手放于左手 头放于双手上 放松 这便是鳄鱼扭转式 练习此种体位 所有俯卧姿势 可以做到放松 帮助放松下背 后腰 再练习此一只鳄鱼扭转式 第二天 桥式 桥式 现在我们做仰卧姿势 桥式 Z2BANG一只成桥状 双腿合拢 双臂放于体侧 双腿膝盖部位弯曲 脚后跟放至臀部附近 脚踝坚挺有力 吸气 慢慢抬高臀部 身体驱赶尽量上抬 形成桥状 保持舒适姿势 这便是最终体式 这种体式可以缓解压抑和焦虑 增强下背肌肉 现在呼气 慢慢挥至原姿势 并放松 仰面躺下 请注意 孕妇后期要谨慎练习此体式 去风式 双膝弯曲 指大腿紧靠胸部 不锁手指 紧抱膝盖下筋骨 抬起头部和肩膀 下巴尽量贴紧膝盖 这便是去风式 这可以治疗便秘 减轻肠胃气胀 调节背部肌肉和脊柱神经 头回至原位 呼气 双腿伸展 放松 腹部有伤 善气 坐骨神经痛患者 及运气要避免练习此种体式 贪尸式 上一只死尸 此种体式 用于彻底放松身体 仰面 仰面躺下 双臂和双腿舒适分开 双掌向上 双眼闭合 有意识放松身体 注意自然呼吸 呼吸有节奏 慢下来 保持此种体式 直至精神焕发 放松 此种体式 可以缓解 各种紧张 身体得以休息 对应对压力 和由此所致问题 非常有益 感谢观看 胜光调息法 刺激额脑呼吸中枢 以冥想状态坐下 闭眼 全身放松 深呼吸 做扩胸运动 呼气 腹部肌肉 要有力收缩 继续 积极呼气 和被动吸气 深呼吸 缓慢呼气 放松 这便是一遍 盛光调息法 每做完一遍 都要进行深呼吸 现在再做两遍 现在再做两遍 此种体式 此种体式 可以进化鹅豆 可以治疗 咳嗽疾病 有利于治疗 鼻炎 鼻动炎 肖喘 和支气管感染 如患有心脏病 如患有心脏病 高血压 血晕 偏头痛 中风 善 和胃肺痒 请不要练习此种体式 瑜伽呼吸法 纳蒂净化调息 或霍普拉纳呼吸法 就是左右鼻孔交替式呼吸 呈冥想状作力 脊柱挺直 头抬起 眼睛闭合 深呼吸 放松身体 阻掌放于左膝盖 呈智慧手印 而右手则为肩鼻筋手印 将右手拇指放于右鼻孔 左鼻孔吸气 然后闭合右鼻孔 右鼻孔吸气 然后右鼻孔吸气 闭合右鼻孔 左鼻孔 左鼻孔呼气 这便是一遍纳蒂净化调息霍普拉纳呼吸法 再重复五遍 对于初学者 呼气和吸气应该平行进行 逐渐可以按照吸气和呼气 一比二的比例进行 呼吸 呼吸要缓慢 控制平稳 此种呼吸法目的在于 净化能量 净化能量主要通道 滋养全身 它可以让人心静 帮助集中精力 可以增强活力 缓解压力和焦虑 它也可以缓解咳嗽 黑风呼吸 达姆迪地址黑色蜜蜂 鱼甲黑风呼气气间 声音扑似黑风的嗡呜声 通过鼻孔深吸气 控制缓慢呼气 发出深深的 而又平稳的嗡嗡声 类似黑风 这便是一遍黑风呼吸 再做两遍 这是一款良好的震惊计 对压力紧张 和如此导致的问题 又较好疗效 现在我们用上目刻一印 做到布拉玛利 用两个拇指将双耳堵上 将食指放于眼上 中指放于鼻孔 无明指和小指 贴于双唇 打开鼻孔 通过两个鼻孔吸气 控制缓慢呼气 发出黑风的嗡呜声 这是一种集中精力 和冥思的预备式呼吸法 蝉女家 现在准备做蝉女家 蝉女家或冥思 就是进行持续性的沉思 坐下 做沉思姿势 脊柱挺直至舒适状态 保持智慧手印 双掌放于大腿部 并掌心朝上 双臂和肩膀要放松 坐立 闭上双眼 仰望脸略微向上 不必集中精力 去与眉心处即可 而且要有意识地注意呼吸 这种蝉女家 可以帮助保持平静 平和 帮助集中精力 增强记忆力 理清思绪 历练意志力 它可以让身心恢复精神 让身心得以休息 还可以培养积极的情感状态 沉思可以帮助达到自觉状态 继续保持禅瑜伽姿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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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